最近两年 在我们的PC硬件圈里 联想的产品美誉度也越来越高 现阶段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供不应求吧 在我看来 联想美誉度提升的方式很简单 将性能释放进行到底 无论是本就重视性能的拯救者游戏本 还是讲究便携的Yoga 小芯轻薄本 联想永远是同规格中性能释放最强的那一个 去年NVIDIA发布MX450独立显卡 等小芯Pro 14 2021发布后 MX450的性能标杆就立起来了 如今AMD发布了锐楼5000系列处理器 升级了Zen3架构 单核性能实现了质的飞跃 那么问题来了 当Zen3处理器塞入14英寸机身之后 小芯Pro 14 2021标压锐楼板 能否成为小尺寸的Zen3性能标杆呢? 看完本期视频 相信你能找到答案 照理先从配置价格开始 联想小芯Pro 14 2021标压锐楼板 搭载了R75800H处理器 是目前唯一一款搭载了 高功耗Zen3处理器的小尺寸笔记本 8核心16线程 7nm工艺 在小芯Pro 14上 这颗处理器的性能释放 在野兽模式下约为45W 内存为16GB DDR4 3200MHz 固态硬盘为512GB 屏幕和之前的Pro 14一样 是一块14英寸2240×1400分辨率的IPS面板 机身尺寸依旧和Yoga14S相同 在同类产品中表现较好 售价方面 首发参考价是5246元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抢一波首发 其实我们早在去年就测评过联想小芯Pro 14的独显版本了 但毕竟已经时隔三个多月 所以说我们还是先从外观开始讲起 小芯Pro 14的A面比较简洁 整体为磨砂金属喷漆 仅有一个Lenovo的品牌名 翻开顶盖 16比10的2.2K屏是雾面的 它很好地控制了边框宽度 包括下边框也比较窄 实测色域容积为104.3sRGB 色域覆盖为98.3sRGB 实测最高亮度366.6nit 相关色温6843k 平均DeltaE 1.43 最大DeltaE 3.07 均匀性方面 屏幕下半部分均匀性一般 亮度和色度差异比较明显 响应时间方面 黑白响应时间是8.8ms 灰阶32.4ms DC调光 总的来说 这块屏幕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日常使用完全够了 屏幕上方集成了 支持人脸识别的摄像头 可用于Windows Hello解锁 同时也加入了环境光感应器 可用于屏幕亮度的自动调节 键盘灯也有auto档位 亮度调整更加智能化 键盘方面 整体手感比去年的爆款 小新Pro 13更好了 因为键程更长 按压反馈也更明显 此外 电源键位于机身的右侧 然后看一下接口 这台电脑搭载了两个全功能的Type-C接口 和一个USB3.2正1的Type-A接口 以及3.5mm耳麦接口 基本满足日常应用 不过有更深度需求的用户 就要考虑扩展物了 总的来说 小新Pro 14标压锐龙版的外观没有变化 依旧是比较简约的风格 另外 这台电脑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那颗标压R7-5800H处理器了 小新Pro 14非常自信地使用了标压处理器 性能想必是有保证的 测试结果也在意料之中 野兽模式下 R20循环能保持在4300分左右 和我们在天选2上限制45W后得到的4296分 分数相近 通过记录可知 R20的循环功耗也确实能维持在45W 仅有开始的几秒出于真男人时间 功耗会到65W 要知道 这可是一台轻薄本 即便没有了独显 能维持这样的功耗 在同类竞品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但如果你仔细看过我们测试R7-5800H的视频 就应该了解 45W R7-5800H跑R20的成绩应该在4351分左右 小新Pro 14的锐龙版少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运行了内存测试 从这个速度来看 应该是TubeBank Group的内存 自然是会对性能有一定影响 关于内存Bank Group 我们往期的视频里有提到 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核显 R7-5800H的核显是超频后的VEGA8 核心频率能够达到2000MHz 由于内存是2BG3200MHz 内存性能不足 基本抵消了核显超频带来的收益 实测游戏方面 考虑到这是一台核显本 所以说我们只简单测试了一下两个网游 并且测试时将分辨率降低到1080P CSGO最低特效 Benchmark的成绩是142帧 Dota2最高特效 平均49.7帧 这个机器可以玩一些配置要求不高的网游 比如说CSGO 路阿路等等 最后是生产力方面 依旧是熟悉的Adobe 3000套测试 结果非常明了 在PS测试中 小型Pro14锐龙版得分804 这个成绩要好于我们测试过的一些全能本和游戏本 比如R9000X2021 XPS17 9700 VIO414等 这算是这颗性能发挥较好的R7500H的优势 但是AE和PR就比较一般了 对于视频制作有需求的用户 还是更推荐独显笔记本 小结一下测试环节 联想小型Pro14锐龙版在CPU性能上发挥相当不错 但是内存性能影响了核显性能 使得游戏表现一般 如果作为生产力工具 无渡显设计限制了它PR等视频制作软件的能力 而办公 写程序以及简单的PS还是毫无压力的 小型Pro14的性能释放很强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它的极限散热性能究竟如何吧 针对无渡显的轻薄本 我们使用负载较低的Stress CPU进行压力测试 室温25摄氏度 压力测试中 R75800H的功耗表现为45瓦 温度87.6度 频率3.8G5GHz 这个频率显然还不到最高值 也就是说Stress CPU就已经足够跑到机器的功耗上线了 5700锐龙对于功耗的需求是实打实提高了 表面温度方面 键盘键帽温度最高为40.9度 WSD键位区域在36度附近 方向键32.7度 背面温度最高约44.4度 噪音部分 在均核模式和静音模式下 机器能在较安静的状态下运行 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是野兽模式下满载人为噪音为45.5分贝 不过这是由于其强劲的性能释放导致的 有得必有失嘛 如果对噪音比较敏感 那建议你在日常使用中开启均衡或者静音模式 总的来说 小星Pro14依旧保持了一个良好的散热能力和性能释放 因为标压锐龙版和酷睿版是同模具 这样的结果相信也在各位的意料之中 屏幕和散热应该是小星Pro系列 目前以及未来都会保持领先的两大卖点 看完性能和散热 我们来看看它的拆解 小星Pro14的拆解难度较低 卸下底面的全部六角螺丝即可取下后盖 最下方是电池 容量是61瓦时 静音模式下 PCMark10的现代办公续航测试时长为12小时54分钟 同样的条件下 PCMark8的续航测试时间为7小时54分钟 其中10的负载较低 8的负载较高 大家可以综合参考一下 固态硬盘是512GB的悉数SN730 性能如图所示 机器没有额外的M.2扩展位 如果需要升级 只能更换容量更大的固态硬盘 内存在这个位置 16GB双通道 DDR4 3200MHz 这个内存是板载的 不可以更换 最上面的就是风扇和热管了 和酷睿版一样 均为双风扇双热管的散热组合 独线版双口能达到20W加28.5W的功耗 这个散热能力现在全部用来对付一颗R75800H 所以说是毫无压力的 好了 看完了外观配置性能散热拆解之后 相信大家对这台电脑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们照例总结了三条有缺点 供大家参考 先说优点 第一 性能释放优秀 曾几何时 小尺寸笔记本电脑的宿命就是性能弱机 就算强行上高功耗核心 结局也只能是过热降频 自从小新Pro系列推出之后 我们就能买到纯粹的CPU性能刚门的小尺寸笔记本电脑 对CPU要求高的人来说 这台电脑非常重要 第二 搭载16比10比例加2.2K高分屏 在关注PC数码玩家的眼里 今年好像已经普及16比102K屏了 但真实世界完全没有 受限于面板厂商的产能 2K高素质屏幕依旧很罕见 小新Pro14坚持用这款屏幕 我们就坚持夸赞它 第三 触控板面积较大 且滑动手感较好 小新Pro14的触控板是同一个手感 相比小新Air系列 它的面积更大 滑动手感也不错 出差时如果不方便 带气储标用一下也完全没问题 聊完了优点 我们也得说说它的缺点 第一 只有一个USB A口 充电器还会占用一个Type-C接口 小新Pro14仅有两个C口 一个A口 如果插一个U盘再充上电 就仅有一个C口可用了 没有传统的商务本那么方便 第二 没有独线板可选 小新Pro14曾经出过一款英特尔处理器 加MX450独显的配置 但是轮到AMD处理器的时候 却没有MX450独显可选 如果你对显卡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比如说玩一些普通的网游 或者要做一些简单的视频剪辑 那么更建议买搭载独立显卡的版本 第三 原装95W的适配器比较重 400多克的适配器重量 对于一台轻薄本来说还是很沉的 但是要保证R7500H的性能释放 就必须要用95W的适配器 所以说 如果你很抠这个细节 那就得做好充电器较重的心理准备 联想小新Pro14 B2锐龙版 是一款很纯粹的电脑 它纯粹的追求CPU的性能释放 所以说我把它推荐给那些 对CPU性能要求较高的人 AMD Zen 3处理器是目前最先进的处理器 此外 它还有R5和R7两个规格的CPU可选 如果你的预算不足的话 那可以选择更加便宜的R5版 研究过小新和Yoga系列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小新Pro14和Yoga14S其实是同一套设计 配置有些不同 但是大体是很相似的 联想在2021年一共会开售7款该模具的产品 不得不说 这个型号的数量 这波机海战术实在是让友商压力太大了 主流价位的轻薄本基本上全部被覆盖了 在我看来 和手机厂商日渐趋同不一样 笔记本厂商正在往细分化的道路上发展 每一个细微的需求变化 都会产生一款专业垂直的产品 在座的各位身为消费者 一定要明确自己的需求 按需购买 对阵下药 这样才能在机海战术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型号 最后 希望联想能够尽力维持供应 让小新Pro14B2锐龙版有货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喜欢的话 欢迎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我们 你们的赞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你想想更多有关笔记本电脑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频道 如果你还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欢迎关注笔八评测式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每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电脑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流买本性的帮助电脑小白 这里是笔八评测式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